日前,纽约一对华裔夫妻遭到霍华德县警方指控,原因是他们涉嫌拐卖两名妇女,并迫使他们在马里兰州杰塞浦的汽车旅馆内卖淫。 据ABCR报道,7月17日,霍华德县警方接到线索,称华盛顿大道八千号街区的红屋顶旅馆可能有人从事卖淫活动。 经过调查,警方确定违法活动是在其中这间汽车旅馆房间里发生的。 两名嫌犯是来自法拉盛的华裔夫妻,分别是41岁的余丽和35岁的妻子张仲梅。 霍华德县警方发言人卢爱林表示,当时警方带着搜查令来到旅馆,发现余丽和一名女子在旅馆内,张仲梅和另一名女子在汽车旅馆外。 发言人卢爱林称,警方认为张某和余某扣留了两名女子,她们在网上发布广告,安排约会并私吞了所有的钱。 据悉,受害者目前已被转到适当的服务机构寻求帮助。 两名嫌犯也被控两项贩卖人口罪和两项卖淫罪,案发后被关押在护华德县拘留中心没有被保释。 布埃林说,护华德县警方一直致力于打击人口贩卖、逮捕贩卖者,并通过住房、医疗、交通等多种方式向受害者提供援助。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,受到监督的不仅有住在这里的居民,还有可能想来这里做错事的人。 调查人员呼吁大家,如果掌握任何有关人口贩卖或卖淫嫌疑人的信息,都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与警方联系,所有信息严格保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